这条狗狗很乖 很听话 但男人却非常讨厌他 于是男人直接拎起他 就往厕所走 很快狗狗就被锁进了厕所 半夜 孤独而又无助的狗狗 不停哀号 直到女孩对他吹起小号 他才终于安静下来 在月圣的陪伴中 慢慢睡去 女孩也心疼狗狗 所以在浴缸里 陪他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女孩带狗狗到家外散步 看狗狗有些失落 女孩主动安慰他说 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 狗狗一听 开心地趴到女孩身上 兴奋地叫唤起来 但他们能否在一起 决定权不载女孩 而载女孩父亲 父亲早已铁了心 要扔掉狗狗 任女孩如何哀求 也无济于事 狗狗爬上车窗 不停哀号 祈求女孩别走 但狠心的父亲 却直驾车离开 狗狗急忙动身追赶 但让他跑得再快 终究还是赶不上汽车 很快狗狗就被远远甩到了身后 女孩望着可怜的狗狗 终究无可奈何 忧伤的泪水不禁落下 而此刻的狗狗 也瞬间不知所措 因为他从未离开女孩半步 他甚至不知 该如何过马路 只能傻傻待在原地 哪儿也不敢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又饿又渴 于是他起身 来到一旁的小水坑前 仔细翻找 终于他找到点食物残渣 但咀嚼了半天 才发现根本无法下咽 为了生存 狗狗只得鼓起勇气 他必须离开这里 去寻找食物 但他刚迈出第一步 狗狗不明白 为什么女孩刚离开 这个世界就变得如此残酷 此刻的他只明白一件事 如果再找不到吃的 自己也会饿死街头 不知不觉 狗狗来到了菜市场 他发现一群流浪狗 站在后巷翻捡垃圾 狗狗刚想上前蹭点吃的 不料 屠夫一见流浪狗 就愤怒地砸出东西 驱赶他们 狗狗见识不妙 赶紧躲进屠宰房 但很快就被屠夫发现 狗狗被逼至墙角 已无路可走 屠夫直接举起砍刀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条小白狗突然袭击屠夫 屠夫立马飞神 脚下一滑 狗狗才得以趁机逃离 不久后 狗狗跟着小白 来到一处荒地 这里聚集着大量的流浪狗 折腾了一天 狗狗终于找到一个 可以落脚的地了 但好景不长 城管很快就找上了门 对方来了两辆车 十几号人 还带了无数的捕狗气 很明显 他们要把这里的流浪狗 一网打尽 城管们非常干练 一捕一个准 很快 笼子里就关满了 被抓的流浪狗 狗狗趁乱逃离 但城管却紧追不舍 狗狗拼命奔逃间 突然 一个男人将他拉至角落 必迅速用毯子将他盖住 最终 成功躲过城管的追捕 救下狗狗的男人 是个流浪老头 他让狗狗别害怕 并主动递上些食物 狗狗立马吃了起来 但这么丁点食物 哪够 于是 老头带着狗狗 缓缓走到餐厅窗外 敲了敲玻璃 餐厅老板 却莫名地给老头 递上一打钞票 紧接着 用铁链锁住狗狗 拉着他 直接朝餐厅后院走去 原来狗狗 被可恶的老头卖了 不过还好 餐厅老板不是狗肉贩子 狗狗应该暂无生命危险 但他 终究还是逃不过 被再次买卖的秘语 因为这个男人 一眼就相中了他 于是 男人将他抱回家 并主动给他 端上可口的食物 狗狗实在太饿 直接吃了起来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从他吃下男人食物的 那一刻起 他痛苦的日子 才刚刚开启